接下来第二队登场的同样是韩国的选手 就是兄妹党 金苏洋 以及金兴帝 这队兄妹党面美15岁 哥哥19岁 在短取的部分拿下49.88分 是排在第13 这个赛季当中参加了青少年组的大奖赛 两个分战分别拿下第13以及第8名 另外在Mantatoran Cup则是排名第二 两圈去 三圈Suckle跳跃 三圈热子抛跳 结束旋转 这个旋转可以得到LV4的旋转 唯一的曾经 三圈LV4的旋转 三圈LV4的旋转 对不起是Suckle跑跳 接下来他们要执行的就是一套呢 双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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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的步伐 ี้renda futuro ک Dallas 白天掌管 屿山奖 这边电 guard 前进内乱戴Spyral 写流戴Spyral 戴Spy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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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队呢 韩国的选手呢 他们把这12项的一个动作呢 都完成了 也完成的质量呢 也非常的好 他们可以跳出两圈的twist 以及呢 三圈的suckle 抛跳 以及呢 三圈的乐子抛跳 这三圈乐子抛跳呢 是非常 可以得到比较高分的 而且他们可以抛出 三圈的suckle 抛跳 不过呢 他们在做组合跳跃的时候呢 男选手呢 他 跳完组合跳呢 女选手呢 只能跳出两圈半的s 后面就没有组合了 这样子呢 是一个不同步 在GU1会扣掉一点分数 那虽然他们都把这些呢 技术的分数呢 都可以拿得到 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艺术 还要再加强一点 才可以把整个总分呢 加上去比较高的分数 这是两圈的twist 这个是三圈的乐子抛跳 三圈的suckle 抛跳也是 跳得非常好 这是他们的组合跳跃 这是他们的组合跳跃 我们可以看到呢 女选手呢 她没有办法再组合了 这样子在GU1 是会被扣掉一些分数的 今天除了在组合跳出生的失误之外 在其他的部分 也都是算是顺利的完成 让他们在比完之后 觉得是非常的兴奋 来自韩国的兄弟党 第一次来挑战四大洲锦标赛 端局的部分拿下是9.88分 是排在第13 即在韩国的全球大赛当中 他们是拿下了第二名 失败给了前一队的组合 我这次在四大洲锦标赛的表现 相当的出色 刚看到技术分也初步是领先了 领先的选手 就看最后的分数 技术分50.16 在短曲的部分是畅下了最大的成绩 来到了90.80分 相当兴奋的一个分数 在总分的部分则是来到140.68分 不管是在短曲长曲 总分的部分都超越了前面的韩国组合 现在是来到了第一